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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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做 就是上過 就是最基礎的表演課 就《解放天性》 沒有 怎麼解放 特別好 讓我們玩一下 而且我覺得 在《解放天性》的當中 我們兩個也可以相互的 去了解對方的習慣 表演的這個可以 我們可以玩一玩 可以玩一玩 有沒有什麼表演的小遊戲 可以鍛鍊的那種小遊戲 你知道嗎 很多都是讓你 五分鐘的 描述自己的故事 五分鐘描述自己的故事 對 講故事 怎麼描述 說話 就不管講什麼都行 然後就是 要讓自己投入進去 好 太久沒做這些事情了 我是一個在海邊 長大的女孩 但又不是在海邊 長大的女孩 因為我很小的時候 父母就不在身邊 所以我的成長的過程中 是由我奶奶帶大的 所以我很小的時候 就有一個特別獨立的想法 對 所以呢 我小的時候就覺得說 我應該做我想做的事情 後來我就因為 在幼兒園的某一次表演上面 獲了一等獎 從那以後我發現 我好像喜歡舞台 對 然後我才跟家裡的人說 我想去學舞蹈 我想一直扎在裡面去學習 我小的時候因為可能 過早的有獨立的想法 所以我跟我父母 溝通也非常少 導致我這個人喜歡 把事情都埋在心裡面 比較 都不像女孩子 直到我初中的時候 考了一次面試 她說你的孩子 有機會去到北京去讀書 問我去不去 我家裡面的人可能會擔心說 我一個人去的話 那邊沒有親戚怎麼辦 但是我毅然覺得說 我要去 所以我就開始了 我自己獨立在北京生活的 一段時間 我覺得我的人生一直是在 掌握在自己手上的感覺 直到某一天 有一個事情 讓我突然一下子醒悟了過來 就是 我的人生中的第一隻寵物 當時就覺得說 這隻貓咪可能是我的全部 牠特別治癒我的是 每一次我工作完回去了以後 牠都會在門口等我 甚至我每次回到家的時候 我坐在沙發上面 牠都會特別乖巧地 直接坐在我的膝蓋上面 我睡覺的時候 牠都會習慣性地 整在我的手臂旁邊 就很有安全感 但直到有一天 我發現牠越來越瘦 但我最開始還沒有 沒有想到牠可能不舒服 我和我帶牠去醫院檢查 發現牠已經勝摔 有一段時間了 牠的壽命可能不到一個月了 然後我知道這個情況的時候 我當時心裡特別崩潰 但是我不知道該怎麼發洩 然後又沒辦法 我得工作 我也得出差 那我就把它寄養在醫院裡面 然後直到有一天 就我的經紀人跟我發信息說 我的貓咪可能需要一次大手術 你要知道一下 然後那一天晚上我正好要直播 其實我當時已經慌了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但是我又得去工作 但是我又特別想說 買個機票回去看牠 覺得我應該在牠身邊 因為我最重要的時候 是牠陪伴著我 然後那一天的直播完了以後 我下台我就崩潰了 因為後來就是 我等到的信息是 牠已經走了 我應該好好珍惜牠 從那以後 從那一件事情之後 我發現 我的生命中 不止只有誓言 時間很重要 我覺得該把很多很重要的 時間給我最重要的人 愛的人 比如說家人 他給我上了人生的第一課 好 好 講得好 你這給我整顧會了呀 直接 你就告訴我你的故事就行 我呢 我是一個從小在 部隊大院長大的小孩 從小呢 就是受到我爸非常非常嚴厲的 教育 對 對我非常嚴格 心急 對我非常的嚴格 因為 他對我嚴格的教育 導致我非常叛逆 極度叛逆 我在我十四歲的時候 遇到了一個改變我一生的東西 就是黑怕 他幫助我走到了現在 他是我的一盞明燈 我愛上了這個文化 我為他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也受到了很多的質疑 但是我當時鼓起勇氣 跟我老爸說 我說我要去北京 我跟他爭執了很久 商量了很久 就說我一定要去北京 我要去跳舞 他說行 你去吧 我說好 我就去了 非常努力地跳舞 非常努力地 在證明自己 也是因為這個文化 我接觸到了說唱 接觸到了一幫知同道合的朋友 他們就像我的人生導師 後來也就是通過自己的努力吧 然後也是幾點巧合 走上這條路 也是向他們證明了自己 我可以靠我自己的本事 我也能這樣闖出來一條出路 現在我也在靠這份信仰 在幫助我越走越遠 在幫助我更快速地成長 更快速地超越時間的成長 去保護他們 就這樣 好 挺厲害的 我是有這個叛逆的這個心 但是 由於我可能顧及到 所有人的想法 我可能就會覺得說 那樣做得應該不太對 所以我就會收回來 你知道嗎 對 所以我又回到這裡 我為什麼想 就是接這檔節目 也是覺得說 我一定要在我 這個二字開頭的 所有的時間裡面 做我能想做的事情 再不做的話就錯過了 就會有遺憾 對 所以我們要加油 加油 好嗎 這是我們兩個人的作品 加油 加油 可以 可以 因為我們這兩天創作成果非常牛 所以節目組為我們 預約了下午四點的密室逃脫 是嗎 等 你 你經常玩密室逃脫 沒有 我就玩過一次 有個大兵追我快把我嚇死了 他們就 然後我們就要躲到那個櫃子裡 當時真的 什麼都顧不得 就是恐怖的驚悚的 好 但我喜歡玩 我又怕又喜歡 你怕什麼 什麼都不 天不怕地不怕 好多男生進去之前都是這樣的 當那個大兵進來逮我們的時候 我 根本顧不得你 全都往櫃子裡面追 然後把你往外扒了 真的是 你吃飯了嗎 咱們點個外賣吧 沒呢 你想吃什麼 那點個外賣 不做飯嗎 我這個剛化的 剛化的 妝妝 仙女妝 仙女妝 不對 我這個 想吃什麼 這個麻辣燙你吃嗎 不行 周周不吃辣 你說你 你點點 陪你吃 那你不能吃辣 咱倆 我可以吃 我要點了 麻辣紅湯 你的手指已經在重辣 對 重辣 重辣 我在猶豫 你先點一個你能吃的 你吃什麼 我就是牛 牛尾湯 骨湯 那你這哪兒就要麻辣燙 就要什麼 就涮菜 換講 涮菜 你吃吧 這個回頭哪一天 你出門採蜂 我自己去 好 你每天咱們吵架 你一拍桌子走了 我說還正好可以點麻辣燙 已經預示好 我人家吵架了 激怒了你 我就可以自己吃了 激怒你 要不咱就去門口吃吧 我也想說 就小丫頭片那個 要不要去門口吃 有個丫頭有個片穿 可以 咱倆一起去 就在那吃 正好不用他們拍 走吧 走 你抽了算 走吧 那我們就丫頭吧 你是一家之主 一個不帶錢包的一家之主 天好好 這是有點熱 每天 每天 這怎麼還冒 還自動浇水 你看 好冷 你看 你看 快快快快 有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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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就這個角度 就這個角度 對 好浪漫 出門一個彩虹 傻子 好帥 走 我們現在太陽散了拿完了 承認不要承認的 不要承認的 不要承認的 滑下去 不行 不行 你倒是醋的感覺 小朋友都很遠 我就是小朋友 摩托 這給我們買的摩托車 你也有個房東的 你想多 不行嗎 你想的是房東的吧 應該是 不是嗎 不能騎 這個 吃飯了 吃飯了 我已經看了他們家喝了幾天了 早上挺好吃的 你去吧 你天天念叨著 小鴨子 小鴨子 感覺手伸玉玉化了 對 嘴巴翹掉 摔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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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 inom牙筋 大鴨子 陪促女孩 他給的咱是要摔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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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時候吃毛奶包括跟我 inheritance shareholders 我對手 我們小時候小區裡有一個桃樹 桃樹就 直接幾個桃子 然後我就瞄準了一顆 有一點點紅的 是啊 iggle 我又跟她娘娘 wink 我逛上再摘你 就可以把你養老大 我每次放下都就看它长得怎么样 看得怎么样 我就一直感觉 它熟得越来越多 桃树 桃栽 结果有一天放下 我发现一个桃子 被别人摘走了 我就聚生气 我说那是我的桃子 我每天都在看它 它被别人摘走了 我这种感觉是被别人偷了 你知道吗 其实 你别人在那儿看的 本来有小区域 我又在等它长大点 还要把它吃掉 来 开动 吃 你先尝尝 这是什么 这是 我还感觉很爽 肯定的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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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个肥肥的大肥肉 十斤 好吃 中果 中果不辣 不吃 我刚才叫小子 我就不信我加不出来 把一顿饭过去 我就不相信了 厉害 可以 我已经把它夹瘪了 为什么这家店叫丫头 是不是她老公 给她 开的店 昵称她老婆是丫头 我问那个老板娘 丫头 最近怎么样 要不给你开家餐厅 谢老爷 儿宾是逃脱的 好开心 有什么事情 现在十二点半了 还没到四点 已经开始开心了 我们四点 四点要出发 其实先开心 然后等会儿在里面 就哭泣 我是那种又怂又想看 你知道那种吗 所以我这种体验感特别好 看你又不害怕 有什么意思 我说 你这种叫做 叫做奶 奶 奶什么 就是在那个 密室里面 密室里面有奶 有毯 就坦克的毯 就扛在前面的 奶就是躲在后面的 但是又啃玩的 还有一种叫做尖叫机 尖叫机聊一下 尖叫机 尖叫机 这么叫 然后好像尖叫机 加菜 完了我为下午的密室之行 感到担忧 这个裤子带怎么能送一下 太累了 大庭广众的 没关系的 这个顶 没关系的 到顶了 送到顶了 这算不够长了 好了 太累了 救命了 老板 你好 刚才听到了 那个你们丫头的那个故事 老板娘是你们老板的丫头 是吧 对 因为这个变开了十几年了 老板娘以前年轻的时候 就去喊丫头 那这是老板给她取的名吗 你们老板管她叫丫头吗 对 所以丫头文学 你们这是起源 是不是 嗯 一直都这样喊 一直 年了也这样喊 那你们老板娘管 老板叫什么 叫哥哥 也不是 你叫什么 这是想起什么教育吗 想起什么教育吗 今天喊帅哥 他也喊他美女 哎呦 哎呦 从我们在韩州 一起在单位认识的 然后一起开个小店 这个电影十四年了 十四年 对对 整个单位的 办公室练琴 也算是吧 我们等于是有缘 在韩州认识 好的 我是福建的 我老婆是安慰的 福建仁 福建仁 所以你就管他要丫头 对对对 因为丫头是小迷嘛 你的小迷来命名 名字起得好 对对对对 有爱情的意思 就我们放菜也好吃 好吃 我们今天先吃 让我们自己有处理 打包对走了 谢谢你 好的 谢谢 拜拜 工作愉快 好的 拜拜 小丫头 晉级了 你好 欢迎自己 欢迎自己 好 好快 他们那么快 吸一下 干什么 雪月的话 都是沉浸式的那种 情侣定式的双重剑机 你跟我们一起进去吧 一起进去吧 一起进去 他不太害怕吧 他心脏蹦蹦蹦跳 好乖 好的 万山 准备一下可以进场 这是护手 不用带吧 对 带 万一跑 里面肯定会跑的 你趴在地上都有可能 真的假的 我趴在地上 不是 我来吧 私家定制服务的 一个人都没有 只有我们俩 不是 我觉得我们进去 他会拼了命吓我们 拼了命 稍微温柔点 对 稍微温柔点 我胆子很小的 松了 你带你拍我拍 松了 代表我保护你 你保护我 你这太松了 你这就没扣啊 大哥 别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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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我已经害怕了 好 对 大家把右手放在旁边有个室台 来给我 放室台上 对 等会听到一段语音之后 好 就可以摘下眼罩了 好 祝你们游戏愉快 好 谢谢 乔悉你的手怎么在抖 我没问题吧 有人 啊 不要 太棒了 好 好 你看 是什么 好 跟着亮灯的地方走 就是这样 来 起来 请 多走 起 好 好 好 男人啊 怎么了 我的孙女啊 你在哪儿啊 在这儿呢 在这儿呢 孙女 年轻人 喂 喂 喂 你们 见川的时候 嗯 有没有看见一个小女孩啊 没有 哎 哎 哎 帮我看看啊 好 好 好 这是我孙女儿 叫媛媛 哎 你们啊 一会儿要是见着了 记得通知老头子我一身呢 好嘞 我怎么找您 我家就在后头 叫我老里头就行了 啊 老里头 哎 看你狡笑啊 哦 好多线索啊 这一张张寻人启示啊 都是咱村子里 你原本好好地大活人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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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孙女儿的寻人体誓还给我吧 好 给 哎呀 哎呀 我那苦命的孙女儿啊 她不是对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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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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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有人要来 我听到脚不上了 撒撒的 哦 亮了 找白光亮的 绝对有人要来 绝对有人要来 别怕 别怕 那你站在这儿 站在这儿我衣服后面 站在这儿 哎 你别走啊 我这鞋带开了 我前面有多可待 对你小爱人 鞋带开了 别看我 这是我这辈子记过 最紧张的鞋带 你买一个包子 记得 这话有人来 我跑回来 A 调美 在这个密室里 真的变调美了 傻傻的 蛮可爱的 来呀 你 你 你不要乱我 你 跑那么远 动 没有 如果不想被NPC吓到 就先把NPC吓到 他就那绝招嘛 就动 你要干吗 的确是会害怕 你玩美式逃脱 就跟爱情一样 不要以为谁害怕 谁受伤多 谁就是亏的那个人 不是这样的 真的 谁能当中得到 最大的 情感波动 谁就是 赢家 明明 明哥姐姐 明哥这里有一个大名片 你们想知道吗 行 带上兔耳朵 往后眼睛 下来给人家乐观中午茶吧 明哥就在楼下街道 给你们 这么一个人可以下来哦 好 好 我下去 你把兔耳朵带上 我下去 太胖了 加油 你是最胖的 我要把你眼睛蒙起来了 周周 我在这儿 我要把你眼睛蒙起来 去哪儿 然后你就可以来抓我了 楼上大人可以指挥哦 快 往前走 这里 这里 你看它亮光 我肯定要摸到那个 没有东西 没东西 没东西 我肯定要摸到那个 这里 这里 没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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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左边 左边 这里啊 在小白铺里面 我不敢 左 没事 不要怕 那是墙 那是墙 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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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东西 我们犹豫了 我出发了 晓月 右转 这里 这里 对 对 就在前面 晓月 这种东西要给你 给我了 可以了 你把霍尔多还给我 晓月 这种 这个给你 我已经完成了 对 快上二楼吧 一路不安全 我迷路了 吓死了 就给周周特别好 就他那个 臂弯就特别的有安全感 尤其是在那个 黑暗的那种 就是我都看不见他 我都根本不知道 眼睛睁着还比 他就能感受到他 推背感 跑车般的推背感 老李 云烟 是我们 我们看到远远了 好啊 好啊 从这儿出去 右转 怎么样 一百分钟过得好快 感觉如何 挺好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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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害怕的 你也挺好玩的 因为我之前就有发现 他就是会有一些 就很多小女生的这样子的性格在 就现在就是看 完全就是一个蚂蚱 现在看就是 我觉得完全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女生 完全就是个蚂蚱 太快了 时间过得快 我们的歌也已经 好 来来来来 快去唱一下 试试 差不多了 在这个见到你的身上 起初我并没有什么想法 除了有点可爱都让人偷他 真搞不懂他 后来我带你到了星空巷 想要变成你爱的那口汤 我想得很好 但污有点大 但污 污有点大 污 走 我拿吉他了 还是拿吉他了 吉他 吉他 来吧 差点污出来了 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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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到你的身上 起初我并没有什么想法 除了有点可爱 又让人头大 坚强不动他 后来我带你到时困想 想要变成你爱的那个他 我想的很好的 我有点大 有你有你就够了 好 好了 这歌写完了 有遗憾吗 没看到星空 一点点 也还好 我可以把星空写到我们戏里面 教大家再看一次星空 可以 比方说许得志和乔朵朵他们 如果要分手他们俩会怎么样 就是磨合起 平日里的这种生活当中的 一些琐事 对 热恋肯定要回归一个平静期 一个冷静期 爱是流动的 就不会说什么越来越爱 或者一直维持一个 我觉得如果真的相爱的两个人 他们可能遇到很多问题 也许会大家喘喘气 再去成长成长 我觉得还是要沟通 少了沟通就会隔阂 因为哪怕你就聊 咱俩一天聊不明白 咱俩聊三个晚上 三个晚上聊不明白 这一个月谁也别干事了 天天闹 就因为都是善良的人 我们都一定能理解彼此的 好的爱情会让你 特别柔软 然后也会比你想象的坚强好多 就是一想到这个事情 心里就甜甜的 不就是好的爱情吗 一个人的时候能很好 但是两个人的话 就更好 对 就两个人是更好 然后如果说单身的 或者刚刚要痛苦的时候 就看看这个也还蛮至于的 对不对 也挺好的 都可以 因为周周已经说答应我 如果我结婚的话 他会来当我的伴娘 伴娘 伴娘 他可以站在我的这个 这个姐妹团这里 如果比如说他们都是 什么颜色的伴娘服 那你就穿那个颜色的 那个西装 没有问题 对吧 你叫我穿上 我穿上 我扮那个小兔子 你的那个独角兽 我就扮那个 站在旁边的小兔子 不要 那影响我的这个调性 影响你的景象 那个婚礼有调性的 小兔子 小兔子 我给当他那个叫什么 抢亲团 你这小声吧 扛不住吗 人家哗个一脚 把门踹了 快 快 开门 对 卖萌 对 开门 开门吧 都是女孩子 人家只听我 光光的都没用 也是 对 可以 可以 然后而且我也想跟大家说 其实可能很多生活中 很多感情 也许很轰烈 但最后都没有好的结局 我也想说 咱们写的这个小小的剧本 能给大家一点力量 就是真正好的感情 还是会有回响的 就不要让大家去将就 不要对这个世界很失望 是吧 还是要有希望的呀 还是要相信的呀 啊 不断开始期待着下次遇见 脑中一直浮现的是你的脸 有些时候你给的爱若隐若现 这也无法阻挡爱浪漫细卷 想再给你精心准备的礼物 恰恰今天风也吹得很舒服 只是路过你的柱子也会心跳加速 这些情绪来的没有缘故 Oh yeah yeah 啊 世界本来就没有那么多的悄和缘故 在你身边才敢显露说的软弱不住 被你需要的感觉让我着迷 我们一起经过的点点滴滴 天生教会 你一下就能明白 不管这错与对 不断开始期待着下次遇见 脑中一直浮现的是你的脸 有些时候你给的爱若隐若现 这也无法阻挡爱浪漫细卷 有些时候你给的爱若隐若现 是你让我感受爱浪漫细卷 爱情 爱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